你好 欢迎收看8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市12个阿美族部落丰年纪日前画下完美句点 接下来泰鲁格族感恩纪27号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登场 以歌舞感谢上仓 活动也展示近年在花莲市公所指导所推展的织布记忆 市长魏家贤感谢陈子玄事务长对泰鲁格事务的推动 花莲市公所将持续提升泰鲁格族传统文化记忆的内涵 花莲市12个阿美族部落从7月开始陆续举办风年纪 21日画下完美句点 紧接着是由花莲县原基制度发展协会 办理的2022花莲市泰鲁格族感恩记忆 27日上午在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旁福伦公园登场 由泰鲁格族齐老吴光福以祈福仪式做节目 包含市长魏家贤先议员多位市民代表和花莲县长候选人 Kolas Yotaka都共相胜举 其实我们都会去离原乡部落很远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资源是很缺乏的 我们没有办法跟 因为我们这里也没有三元的代表 可是我们还蛮感恩说这10年有花莲市共所的支持 所以在一些的文化记忆的传承或是规划课程规划之下 其实我们都每一年每一年都蛮稳定的 然后就是每一年也都办感恩记忆 每一年都即使说我们不知道人在哪里 因为在花莲市有44个里 然后每一个里可能都有泰鲁格族 不像说阿美族他是可能聚集地 什么部落什么部落 可是我们是属于散居的 可是因为市共所的支持 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也有一个我们的领域 也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即使我们离开家乡离开部落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记得我们是泰鲁格族 我们还可以帮我们自己的文化 帮我们自己的记忆这样子 也谢谢我们陈子玄部落事务组长长期以来 在花莲市泰鲁格族的一个联系跟关心 那我们过去花莲市公所也支持我们泰鲁格族 各项的一个活动跟记忆 那我们也诚心的希望更多的族人们 都能够认同自己的族群 那也希望更多年轻朋友能够回到部落里面 回到族人的身边里面一起传承过去祖先的一些智慧 那我们期许未来泰鲁格族所编织的一个手工艺 都能够行销国际 那在花莲市公所这个部分也会全力的来支持 设计在花莲市的泰鲁格族超过2000多人 有逐年增加趋势 而泰鲁格族感恩记今年迈入第10年 现场并安排多项歌舞活动 包含经典传统乐器口黄琴的表演 随后以泰鲁格风情的迎宾舞欢迎来宾 并邀请大家一起共舞感受泰鲁格族文化内涵 花莲市公所表示未来将持续协助族人办理研习及碎石记忆 提升泰鲁格族传统文化记忆的内涵 记得蒋邦彦 花莲市报导